密蘇里州檢察總長代表州政府 入品聯邦地區法院 指中國政府向全世界隱瞞疫情的危險性和傳染性 沒有盡力阻止病毒散播 引致全球包括密蘇里州 大批民眾染病甚至死亡 承受數以10億美元經濟損失 要求中國政府賠償 密蘇里州有大約6,000人感染新型肺炎 超過200人死亡 之前已經有私人機構入品控告中國政府 今次是首次有州政府這樣做 有法律學者說 外國政府肯有豁免權 入品不會成功 由於大選在職 相信入品只是政治表態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海 呼籲各方聚焦有關疫情的科學觀點 而不是某些政客的母根據指控 崔天海在彭博新經濟論壇發言 沒有指名道姓提及是哪些政客 只是說現時各地在疫情處理上並非不透明 不透明的是政治方面 尤其是在美國 有先電視記者李健恩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